很辛苦很辛苦 爆肝投票的全民製作人們 謝謝你們 真的謝謝 來自台灣的陳立農 獲得出道資格 在後台開心抱 請媽媽轉圈 本來是喜事一件 但她參演的偶像練習生 從開幕以來 就不斷爆出抄襲爭議 PRODUCE 101 韓總PRODUCE 101的製作方 表示遭到愛奇藝抄襲 一樁告到國際IP保護協會 讓愛奇網絡偶像練習生 在砍成電視節上遭到公開點名 甚至因此要上國際媒體版面 國際IP保護協會分析 兩檔節目除了練習生的造型 和歌舞部分有抄襲的疑慮 製作方面的運鏡 場景 和節目劇本也很相似 有些橋段幾乎一模一樣 抄襲相似度達到88% 刷新世界紀錄 偶像練習生一開播 就在兩岸掀起話題 捧紅蔡徐坤 陳立農 和范冰冰的弟弟范晨晨等 不少新生代明星 就連騰訊也宣布要推出 女團版本的創造101 希望複製成功經驗 沒想到現在 卻成為史上抄襲之最 丟臉丟到海外 讓大陸粉絲直言 真的很失望 記者唐玉璇報導